关于无土栽培,我们用栽培机制,有这种,大家看一下栽培机制 因为它的透气性比较好,再一个容易打理,那么栽培机制我们应该怎么去选材 栽培机制一般好的有椰康,用了机制都可以用来作为栽培机制 但是成本比较高,一般我们常见的,好比说,一些观光员,一些示范员,都会用这两种比较多一点 好处就是,到处都有,你可以直接购买,但是坏处就是成本比较高 原则来说,并不适合我们这种生产用意,在无土栽培这些块的 那么一般,好比说我们常见的牛粪,秋饮粪,菊末,还有那些种蘑菇的,留下的菌棒 这一些,我们经过一些处理以后,这个作为栽培机制,我认为性价比是最高的 也是这两年我们一直在使用的,然后呢,只不过是,使用之前需要去发酵 有好的一个椰木菌种,通过发酵以后,进行处理,然后呢,再改变一下它的碳碳比 有时候可能透气性比较好,但是保水性比较差的,我们再需要去复配一些 后面复配一些草参土啊,等等,一些去进行调理一下就可以用了 这种呢,成本呢,有时候你找到好的资源以后呢,成本几乎忽略不计,成本非常低 另外一个,就关于我们想用栽培机制以后呢,我们能用多少年 这个呢,是这样的,就是我们每次换茶的时候,我们会带走一部分 然后呢,我们只需要去把带走的那一部分呢,去补充新的 然后经过一个处理以后,是可以继续用的 能用多少年呢?就是说,你这个种植槽能用多少年? 你这个大盆用多少年?这个栽培机制就能用多少年? 所以说呢,采用无土栽培的一个,整体来说,投入产重比还是比较高的 然后呢?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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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либо呢? 然后呢? 感谢观看